没什么直接关系 1926年4月22日 英国王室发布消息 约克公爵夫人于4月21日凌晨 诞下一名女婴 目前公爵夫人殿下 与小公主一气良好 很快英国各个电台报刊 竟销发布的这条 令人民振奋不已的消息 只是当时谁也不曾想到 这位小公主以后 会成为英国的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约克公爵是国王乔治五世的二儿子 结婚三年 终于喜得公主 公爵很快就给女儿 取了一串很长的名字 伊丽莎白 亚里山德拉 玛丽温莎 这名字取好了 但最终能不能叫这个名字呢 约克公爵可做不了主 他要征得父亲乔治五世的同意 于是约克公爵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他说亲爱的父亲 我希望您会同意这一串的名字 我们是如此渴望把伊丽莎白 作为他的第一个名字 约克公爵很怕自己的父亲 担心父亲会反对 因为在这一长串的名字当中 虽然包括了几位伟大的英国的女王 或者是王后的名字 却违反了一项重要的王室规定 保守的乔治五世会接受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曾规定 凡是与王位继承者 有近亲关系的王室后代 其名字中都应有他丈夫爱伯特 或他本人维多利亚的名字 以示尊敬 在看过约克公爵写给自己的信后 细心的乔治五世注意到 他孙女的名字中没有维多利亚 经过仔细考虑 乔治五世对孙女的这个名字 还是表示了赞同 因为老国王觉得 这个孩子既不是王子 也不是王位的直接继承人 不可能继承王位 名字中有没有维多利亚 并不太重要 尽管离王位很远 但这并不影响伊丽莎白 受到民众的喜爱 民众太喜欢这个小公主 不停地给公主送礼物 伊丽莎白的玩具 已经多得数不清 而且每天还会有很多的玩具 从世界各地 源源不断地运到公主的家里 伊丽莎白 不光受到英国百姓的喜爱 国王乔治五世 也对这个温莎王朝 第一个小公主疼爱有加 我们中国人常说 隔膊起 乔治五世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他严厉刻板 固执保守 孩子们与他都不是很亲近 但乔治五世 却是一个好祖父 他把难得的温情 都给了小公主伊丽莎白 约可公爵甚至对自己的父亲说 说您把伊丽莎白宠坏了